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不对 其实现在的情况是这样子的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发一则推特不能解决的 可是这个是仅限于川普啊 这不限于一般人啊 对一般投资朋友来讲 你去一则推特是没有用的啊 只有川普的推特是有用的 好 那川普的推特你又猜不到 那你又猜不到他未来会怎么做的情况之下 还借我测标给这个 大写这个已经写了一两个礼拜了 都没有换 那你去看一下今天 今天很重要的一个行情你看一下 来 这边 这是南韩 韩国指数的话 今天跌了66点 那它是2000点 它跌66点 大概是跌了3% 跌了3% 那你看一下这韩国 韩国指数跌到这里 跌到这里 好 那你看一下 那大陆就不用讲了 大陆反正大陆是一定讲的 这是香港 香港 香港是跌到这里 香港 那如果你看一下大陆 大陆的话 本来就比较多 所以大陆的话跌到这里 那你再去看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跌到这里 那现在有趣了 好 接下来怎么做 我跟大家讲 其实台北市的股民 大部分都看K线 真的都看K线 因为其实你去看 大部分人的操作 对不对 反正我就把它射这里 射停损 对不对 我就把它射停损嘛 跌破再来停损 好来 真的跌破了 好 你真的停损了 好 重点来 到这里怎么办 好 那你这里停损什么价 没有了 对不对 好 没有了 好 那我们把均线叫出来 在这里 哇 糟糕 这么远 那怎么办 我跟大家说 应该是这么说 我们如果撇除掉 一般投资费有在操作的方式 因为大家都看K线 看均线 看所谓的KDRS 看指标嘛 可是你的K线是怎么形成的 其实如果你是看K线 基本上你是把命运交给别人 你真的等于把命运交给别人 还记得我跟大家讲 这叫例子吗 3483的例子 63块钱你卖掉 为什么 因为特殊筹码 在这个地方已经转空了 这一段你要做多 63块钱你卖掉 对不对 我跟大家讲得很清楚 如果你看的不只是K线呢 你应该就不会跟 大家站在一起吧 不要说我们要与众不同 不要说我们要与众不同 但至少你可以选择 不要跟大家相同 你可以选择不要跟大家相同 因为你看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会发现在大家最乐观的时候 没有多久就翻到这里 那你一定会说老师 这川普害的 没有错是川普害的 可是他搞不好会再害你 再害你两次啊 你怎么可能每一次都给川普害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先想清楚吧 中古动作大增 人家把筹码丢出来 你该怎么办 你应该要卖掉嘛 对不对 你应该要把它给卖掉啊 那中间中间这一段呢 可不可以买 可不可以买 来来来可不可以买 我们看可不可以买 对不对 对不对 来你看一下 例子在这里 把它按进去 来请问中间这一段可不可以买 是不是63块钱请你出 现在是不是四下32块 今天是32块 请问中间这一段是不是 特首把都没有买回来 是不是沿路都是空 63块请你卖 来今天呢 3483在这里 好 那当然啦 我们不要举这个例子 我们就举上个礼拜就好 大概上个礼拜 礼拜五 那个时候都还OK 来我们看一下上个礼拜五在这里 这是礼拜五 5月3号礼拜五 指数创新高 还记得这一天我准备跟他讲 指数创新高这一天我说 你要分清楚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还是地上飘出来的毒物 我跟他说有一些股票 他利多不断散户大增 这一档6552 一华电 利多不断散户大增 来礼拜五哦 他涨停盘了 差一点涨停盘了 来 6552 现在这里 仔细看哦 你仔细看哦 你看这是一华电哦 这个量是什么 这个量是他的大量 这量是他历史上最大量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一华电 说在这里啊 在line号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一华电在这里 来 历史大量是一万两千张 这一天 好那经过几个交易日 今天已经把所有最附近的大量全部跌破 也就是说 其实你最近买的人没有赚钱 那我问你 如果你最近买的人没有赚钱 你为什么要买 买的人没有做钱 你为什么要买 因为你认为你买的会赚钱嘛 我才去买嘛 怎么可能你知道我会赔钱 我还会去买 你认为会赚钱 你去买的但你去赔钱 这种情况很多哦 大家都认为你会赚 因为他利多不断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 我跟你讲 有些东西飘上来就是要来放空 今天呢 差一点点点 来 简单回复一下 上个礼拜五的危险 例如这个 你看喔 这种古动物図大增对不对 这原本种古动物図大概是两千 两千多人 现在已经五千人了 对不对 而且喔 他今天还差一点点涨停喔 来来来 他今天还差一点点涨停喔 那你为什么老师 这么强的股票 这么强的股票应该要去追 我跟大家讲 不是 你去看先前的太硕 三四八三 这是不是很强 是不是很强 是不是很强 对啊 结果呢 结果是不是这样 诶 诶 真的买错一次很严重 那如果买一七九五 那买美食 对不对 从一百三七块 今天就算涨上了 也还不到一百啊 诶 一百三七到 还不到一百 诶 那之前是不是很强 对啊 你这一段指数没有跌喔 这一段指数没有跌喔 三四八三 这段指数没有跌喔 对不对 那为什么会有三零四亿这样子的股票 为什么 来 这个 看啊 这个上来 这个 对不对 那另外 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是完全没有川普说 他要怎么克税的是没有 那是在礼拜天 凌晨的时候 川普才说 他说 对不对 那时候美国股市都收盘了 他才说 我推个推特 大家开启一下 对不对 来 最近华店 上个礼拜我就跟他讲 对不对 其实大家看的东西都一样啊 真的 你去想大家操作股票 大家操作股票 其实看法都一样啊 因为大家都有什么 看技术分析嘛 或者是看KDRS 都一样 可是我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当今天 好 下来了 大家把命运绑在一起了 这下糟糕了 对不对 你现在把命运绑在一起 因为大家都看KDRSI 看什么均线嘛 那我请问你 大家 大家的看法都一样 要嘛大家都赚 要嘛大家都赔 那我请问你 现在是大家都赚 或大家都赔 哪个机会比较大 你认为哪个机会比较大 3041我跟你讲过 就在这里 1795跟你讲过了 特殊筹码空 不可以吗 没错吧 真的啊 3483 刚刚那个VCR里面讲错 它是立志不是太硕 对不对 你有14块变32块 这样跌掉多少 跌掉30块 跌到30块 而且还跌停 那你要怎么跟我说 你要怎么跟我说 来 这个 3483 这个如果你把均线叫出来 那所有均线都跌破 对不对 所以现在我跟他说 你现在想一个事情 对不对 接下来在正 应该有两种可能性 应该有三种 对不对 三种就是 贸易战OK 贸易战不OK 那一种就是 就是到现在 就是延场经济战坛 总共三种可能 因为三种可能 你猜不到 为哪一种会出现 所以我跟他说 你现在去看的是 有哪些股票 是你有可能 假设 你手中股票 你是做多了 你做多了 你至少要抱着 你有可能会解套的那一种 那如果你没有 没有可能解套那一种 你要把他给卖掉 如果你没有可能解套了 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可能解套 你就像这一种 你觉得你会解套吗 当然也是有可能 他们卖掉之后 又把你接回来 再把你拉到创新高 让所有的人都解套 这也是有可能 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至少这机会很低 这机会是比较低的 这机会是比较低的 你继续想 你继续想 你继续看 你我们如果客观来看 一档股票 这叫COMP 特务筹码神 我说请你空 这是102块 请你卖掉COMP 好啦 就说不要做空 你至少卖掉 就算你用看的 你也至少不敢买 对不对 4739 你至少不敢买 在这里 你看这有没有很可怜 那你说这个要推给川普 就 就有点牵强了吧 对不对 他从降低到这里 那你降低到这里 那你降低要推给川普 对不对 那你看GS 6456 然后这里 那可不可以看出来 来 来 GS 对 GS 是不是这样子下来 4740 103块钱 103块钱出 你说老师 你这个跟别人不一样 当然啦 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你看 你这样看 可能看不是很明显 特首要在这里买 你自己看 总股多元素 在这个 这一阵子都没有增加 都没增加 都没增加 他开始在买的时候 你不买 他先拉起来给你追 你追完之后 他就卖给你了 对不对 你给你追 就卖给你嘛 所以你自己要看嘛 上来到这个地方 的时候把他给卖掉 对 有人问我说老师 你那个手机 是不是只有你自己有 会跟别人不一样 没有 我们是每一个都一样 我们手机只有一套 你要看GS 你把GS放进去 你看一下 每个都一样 这没有什么版本 就一个版本而已 你看一下 是不是127块 127 驚你买 124块钱你卖 这个地方特兽把开始卖 赶快跑 127块卖掉的话 今天多少 103嘛 真的啦 我跟他讲很多次 3552 你一定要跑 今天在这里 我跟他讲说在这里 对吧 我跟他讲说在这里 对吧 那我跟他讲一个事情 我们假设 本来就有很多种情况 对不对 有可能下去之后 只往上走 有可能下去之后 只往上走之后再下来 那也有可能直接下去 那我们认为啦 上来之后再下去 机会会比较大 会比较大 又或者上来之后直接上去 那机会比较小 但是你现在就是追着筹码 如果说大家都把筹码给买回来 大家就是你看到很多的股票 特兽码都翻多了 那你就安心了 但是现在只有少数的筹码是多的 少数筹码是多的 像2388 这筹码是多的 至少你买这个你有机会解套 为什么 因为这个买最多人不是产物 而且这个是刚刚好运气不好 刚好在周刊上面有讲 对不对 周刊上面写了一大堆有的没有的 公司也出来澄清了 但没办法 刚好碰到整个大盘重挫 周刊不是说他什么 陪人家一亿吗 然后就说什么 要查封他资产 看钱要不要查封资产 那我说去 这个赔多少钱 这赔多少钱 这赔多少钱 这现金都快赔光了 还有六十几块 对不对 我跟你讲市场是盲目的 结果才是真实的 你做了什么动作 到最后你发现 我早知道 对不对 你早知道买了 真的 你早知道买了 这一段下来你要做好 你要做好准备 准备什么 准备这一波 万一下去了 你要空什么 万一弹上来 你要买还是要卖 怎么看 我跟你讲你自己看 不要说我讲 你自己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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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你要看哪一支 好不然看这个 看华星科好了 看大家都有华星科 你自己看华星科 来 看华星科 是不是 两百一十六块钱你卖 这里做多 这一九一千你卖 一八五千你卖 二一六千你卖 二一六千你卖 这一七六 那是不是都贪 老师哪有可能都贪 二四九二啊 大部分人都赔啊 那如果你能够做 做出跟大部分人 不一样的决定 或是不一样的策略 那也许 你就可以是少数的赢家 对不对 掌握特殊筹码 克服人心的弱点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一期段再回来 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盲目 赚钱不断重复 轮圆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圆投顾智谷村县 02 2321 9933 2321 9933 2321 9933 今天只会下跌190 我测评已经跟他写了 一两个礼拜以上 避开散户先赢一半 因为散户会做一样的决定 在大多头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做多 这不用管了 反正随便买随便赚了 可是一旦有个风吹草动 你想卖我想卖 糟糕了 大家都不敢卖 那怎么办 所以你现在要做的决定 是你要去想 哪一些股票 是散户在里面很多的 就像我跟大家讲这个 铜子 对不对 我真的想不懂 为什么大家要买铜子 对不对 总股动数一直增加 到底是配息配很多 没有也没有配息啊 还是现金股息 没有配息 则不会有现金股息殖利率嘛 也赔钱啦 财报也没公布 营收也不敢公布啊 对不对 3552这还有多少钱 这还有六十几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如果你真的要买铜子 拜托不要买 不然你买这个嘛 我跟你说了吗 不然你买这个嘛 对不对 5月10号 可能就公布 鸿海集团 最新董事长可人的名单 郭董说 等到他公布 大家再来说 那些市场说 有可能就是前妈妈 前妈妈也就是黄秋莲 那有没有受惠的股票呢 我跟他讲 礼拜一指数跌了200点 今天指数也跌190点 这一档股票礼拜一是跌的哦 礼拜四跌了 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 这三天全部都涨 没有涨很多都涨 连今天都涨哦 来 这一天 是不是川普发了一个推特 这一天哦 礼拜一嘛 中错嘛 我是不是跟他讲这个 这个嘛 我跟他讲这个嘛 对不对 我说如果是黄秋莲 黄秋莲他接的话 那谁跟黄秋莲是有关系的 因为说实在的一个 比较重要的 比较重要 要给自己人 对 要给自己的亲戚 所以郭董 黄秋莲跟郭董 是有相关的哦 那谁跟黄秋莲是有关系的 来来来 这礼拜一跟大家讲 礼拜一指数跌100点 跌199点 礼拜一他是下跌的哦 我跟你讲说他次下跌哦 礼拜二涨礼拜三涨 今天也涨 老师 今天怎么可能股票又涨 对啊今天又涨 都去啊 我跟你讲过了 对不对 我说你只要点了 赖里面 你问我都跟你说 没错吧 真的啦 好朋友不跟你笑 对不对 我还跟你讲 这个要放空 真的啦 真的很好赚啦 这上个礼拜我还跟你讲 天上掉下礼物 还是地上飘下来 我当时还七十几块哦 我礼拜五再给他空哦 真的啦 上个礼拜五 那个川普还没讲话哦 快他扛下来 3 5 5 2 他扛下来这 这 这 对吧 那怎么对吧 这1 2 3 4 礼拜四 这这 要给他算就是这个 我跟你讲67多还算贵啊 真的啦 最好可以反台上 我继续再空 真的 你那时候老师 你看图说故事 你掉下来才跟我说放空 不是哦 我绝对不看图说故事哦 我是这一天跟你说的啊 这一天啊 这一天能够做出放空的 叫你卖掉 下来放空的人 都很少的啦 没有人能做出这样决定啦 因为大家都看K线 真的啦 你把你 你看K线 看指标 看所谓的KDRSI 看均线 都是用K线衍生出来的 除非你能够创超K线 你能够引导K线 不然你等于把命运交给别人 但是我们决定命运要交给自己 因为你是为了赚钱而操作 你必须保持客观 你必须掌控前局 而不是看了一个K线 别人划给你的 你就进去了 跟赏户座一样的动作 仔细看 3552未来会跌到什么地方 回顾一下同志先前的补习啊 那很多人就问我 问我老师 这个3552啊 这K线不错耶 那个你们以前做得很漂亮 对不对 那现在要不要买回来 对不对 哇看起来 500多到这里 看起来很漂亮对不对 很多人问我这样 那我们套同样的逻辑 你自己决定 最近真的很多人打开 问我那个同志 那你问我同志 你自己看 同志是怎样 这总股多人数是一直增加 总股多人数一直增加 为什么 因为技术性很漂亮 好 那我假设有两种情况 真的上去了 真的上去了 你得跟这一些人一起评分 你最多只是评分而已嘛 对不对 你看这同志 你如果去里 顶多大家一起评分 可是问题 这上去筹码很重喔 这上去筹码很重 大家都等着要上车喔 你看技术分析就知道嘛 因为你看技术分析 这么漂亮的技术现行 漂亮到教科数画出来了 这比教科数画出来了 还要标准 这是不是突破压回颈线 这你把他买点 所以呢 大家都上车啦 那你要问我 我是不可能买的 因为我不要跟人家评分嘛 这最多评分 你不可能读哪 你怎么可能读哪 大家都在车上耶 同志今天剩67 还很贵 真的还很贵 67还很贵 我跟你讲83了 这你拉起来 是不是七一块叫 必须已经空了 对不对 青菜有多少钱 不要管他 对不对 大家来看看财报多少 那请问还有多少 这类型的股票 请问还有多少这类型的 你要想清楚喔 你要想清楚 做对跟做错 不要讲多啦 你卖掉你就不会赔了 对不对 那掉下去你放空 你就赚钱了对不对 当然 你如果有其他的多单 那至少你会赚钱 你不会挡挡赔吧 没错吧 这礼拜五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你可以试试看啊 对不对 天上掉下来的礼物 还是独物 你自己试试看嘛 你觉得呢 我叫贺康我得了你不通啊 不能说到 我请你来买干什么 是不是利多不断 是不是COF 扣服现在大家都会念的 对不对 涨价对不对 涨价对不对 这个是历史天亮 历史天亮是 请问在低点还是在高点 老师这里是低点 未来会涨到400块 好没关系你开心就好 但至少所有买的都没有赚钱 对不对 那你要买还是要卖 是不是卖掉 放空 今天是不是跌停 差一点点跌停 没错啊 今天差一点点跌停啊 有些股票是刚开始 有些股票是 是对不对 你自己看这华星科 其实你卖的时候216 今天剩多少 176 真的啊 2492 今天17 17几而已啊 你要回到216 很吃力啊 对不对 那170几到210几 就差40块呢 那是不是卖掉 例子一样嘛 63块钱 请你卖 今天剩30而已啊 这样差30块啊 GIS 是不是127 70卖 今天是不是剩下 剩下 那你 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是看筹码 如果你是为了赚钱而操作 你会看什么 你会看筹码嘛 买了之后你就中枪了哦 对不对 到时候你要卖卖不掉 反弹弹不上来 那越套越多 该怎么办 因为这K线 不是你能决定的 你要决定的是 保有客观 掌控全局 我有掌握特殊筹码 再加上总股东人数 总股东人数 我把它设计成一个全新全新的 再加上一些秘方 秘方我不能跟你讲 把它变成全新的一个 操盘的一个 一个看盘的工具 然后 让你自己好好操作 当然我也会帮你选好的股票 通知你 什么时候该买进 什么时候该卖出 欢迎你教我们好友 也祝你明天找出顺利 好 Kait没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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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